我們跟時間賽跑 另外一方面要爭取的是疫苗 那事實上 慈濟昨天提出申請500萬劑 BNT疫苗之後 行政院說很難跟這一個 鴻海跟台積電並案 那今天反倒是駐日大使 謝長廷在臉書發文 他說日本加證台灣的疫苗 搞不好有變化 那市通現在全民都 這一個緊繃的是疫苗 那確實疫苗 另外還有一個新聞 是這一個高端的EUA 那到底有沒有政治力的介入 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高端 公布了他二期的這個數據之後 他要進行所謂的EUA 這個免疫桥界的這個方式 那根據這個知情人士說 因為在5月28號的時候 這個好像有一批這個要審查 這個他的EUA的學者被換掉 那其實原本要審查的 這個學者一共有16名 那16名他們負責的是說 因為我們會叫一個報告 就是國產疫苗跟AZ疫苗的 這個中和抗體相比較 作為這個免疫桥界的這個方式 那因為目前呢 WHO對這個的態度是 比較沒有一個明顯的表態 那根據WHO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是 目前是還在討論之中 所以到底免疫桥界能不能夠是國際的標準 目前都還有爭議 那因為我們這個高端的這個EUA要審查在即的時候呢 這個消息傳出來就是八個人被換掉 然後未來審查的時候呢 有新上四個人 所以未來是有12個人會審查這個案子 那八個人 離開的八個人裡面來說有 當然我們知道前一陣子一直不斷在 拋轟國產疫苗的中研院的院士 陳培哲他就離開了 那好那原本的去掉八個 那原本還有八個人嘛 那八個人呢裡面來說的話 目前根據大家的統計裡面來說的話 裡面有六個人是支持所謂的 免疫桥接的這個方式 那新進來四個人呢 其中有一個是黃立民醫師 我們都知道 另外三個人呢是來自於說 目前媒體的報網是來自於 副總統前副總統陳建仁的這個所謂國務院系統 所以他們相關的也是會支持這個 可能比較偏向支持這個EUA 這個免疫桥接的方式 所以原本的六票加上新進來的三票 在12票裡面有九個人可能會同意 所以也就是說高端疫苗的這個EUA 應該是有可能會過 那事實上我覺得以目前 我們國內的這個政治氛圍來說 我覺得也是會讓它過啦 因為畢竟國內 我們目前的衛福部都已經有採買這個 這個合約要去購買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可能會過的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除了這個我們目前的這個高端疫苗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最近大家在討論的 非常很多股民在問的 就是聯亞藥 那我們就跟你講 聯亞藥他因為上新貴嘛 他真的很誇張 他昨天上新貴是30塊 可是你管你 你知道他現在標到多少 他已經290塊 290塊300 他一口氣已經超越這個高端疫苗 但是我批勤大家 這個聯亞藥不是聯亞的本身 他其實是聯亞的代工廠 幫他做一些包裝組裝這些的工廠 那他其實聯亞本身呢 未來不會在台灣掛牌 因為根據他們目前的規劃 他們準備到美國納斯達克去掛牌 因為他後面我們節目有講過 他後面有非常多的這個美系的這個大股東在後面 所以他可能會到納斯達克去掛牌 好那現在呢 根據聯亞藥的這個最新 聯亞公佈的最新的這個狀況是 他預計 可能在這一兩週 可能是這一週或是下一週 他會通過所謂的二期解盲 然後可能會在下禮拜 會公佈他的數據的這個結果 所以也就是說他如果公佈的數據結果 如果是跟這個高端一樣的話 那他也可能會緊接的要進行所謂的EUA的這個 這個所謂申請 那他預計呢如果他申請EUA的同時 因為我們知道他其實 這個第三期臨床試驗已經有準備要進行了嘛 所以他現在準備要做 但是昨天有個消息 所以大家在討論的就是說 好像有這個獲得所謂 友邦巴拉圭的這個採購 那這個案子呢因為是透過這個 這個所謂美國聯亞的這個子公司 叫Many City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其實就是 之前我們講到黑水公司的 大股東投資的一個公司 他們去負責去接洽 但是今天呢 今天聯亞又說 其實這件事還沒有 媒體報導不是屬實 但是到底是怎麼樣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就是 很多市場的這個訊息結合在一起的話 會讓他覺得說 好像有人刻意在 動這兩支股票這樣的感覺 所以按照目前的這個結果來說的話 我覺得EUA裡面來說的話 高端聯亞應該都會通過 那具體可能都八月多 可能搞不好就有 國產疫苗可以打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目前我們當然比較 這個政府的態度是 盡量能夠買國外疫苗 就買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嘛 那除了這個目前的這個 鴻海還有台積電買的之外 因為我們要這個灰 這個慈基也申請了 但是慈基申請了之後呢 目前的這個政府的態度是說 傾向沒有要讓他這個 因為他說了這個 台積電跟這個 鴻海是已經這個比較緊急 所以我們發給他授權書 但是目前的這個慈基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樣 政府的並沒有很明顯的表態 看起來的話 是不容易短期之內的放行